星期二快樂 星期二快樂 今天看經濟日報 突然看到頭版 寫明銀行風暴卷歐美 高盛轉股暫時不會加息 即是3月份的FOMC meeting 不會加息 它轉態就說 Terminal grade 就去到大概5.25%至5.5% 現在的flat rate是4.5%至4.75% 即是加到大概0.75%就搞定 到年中年底下年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經濟需需需 再減息一下每個各個趨水的方法都不同 Anyway 我的項目就是 等一下事性事件都搞不清楚 每個的看法會有所不同 但是有一點點黑心 都是叫東升西降 當然希望香港經濟好 大陸經濟好 美國大家在經濟一般的時候 加息沒有那麼多 無緣無故有多幾間銀行爆破 加息不到 甚至乎要減息的話 現在我形容整個姿勢 很多時傳媒訪問 就好像一門的滾湯一樣 滾湯下面不斷氣勇合合 兩會也好 香港經濟復償也好 宣傳推廣 香港也好 上面這個美式不斷倒一些冷水下來 變成加息就倒冷水 下面復償不斷開行火的時候 看看誰的力會強 但現在很明顯地突然說出來 美國這個銀行風暴的時候 隨時高姓又說不再加息 剛剛就上了TVB的J2 這個應該算你的命 Dep師傅的時候 算是好命 希望適合買布 總之接下來 雙部遊戲說錯了 如果你有興趣 你覺得是撈底時機的時候 2023年的第一季 我們遊戲有了雜誌 目標是6000萬 今個星期兩場就滿了 下個星期再加多兩場 有時間過來了解一下 離離去去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市升市跌都好的時候 總之下官時 不如過份下官 非官時也不如過份非官 最重要的是 派人大使 就是幸運地 如果你看看舖市的時候 即是我們的基金 分1分2已經完債了 16年拿隻牌 推分1 18年推分2完債了 19年8月份 我們就推這個叫分3 推分3之後 19年8月份 到去年年底 上個quarter底的時候 埋單計算的時候 看回整個市場 根據香港差別股價處 住宅跌了13.27% 公客跌了6.17% 寫字後跌了17.17% 鋪位都跌了 是8.17% 這個是同期 如果你要買入 要給經濟用金 就給離隱費 而且你有租金收入 之餘的時候 你賣出的話 就要給經濟用金 整個大CD 難免我很多時候 問身邊的朋友 問基金投資者 我們都會跌 但是我們就是 橙色那條巴 我們到升上來的時候 是升了18.1% 我們證監會持續 所以我們全部fact check 所以同期的時候 幸運地 我們基金繼續 跑贏了大市 24-35% 究竟怎樣做多呢 當時 基金座談會的時候 跟你解釋多些 我們想報基金的時候 怎樣升市地市都好的時候 作為基金管理人 最大的責任 就是要跑贏大市 此適合拿著 港幣800萬以上 留同資產人士參與 有機會到時見你 兩位 有機會到處 誰會有機會到處 去哪裏 一會 兩位 那一位 有機會到處 我會想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